郎平每天只睡5小时!一句话对比新老中国女排!诠释何为女排精神? 郎平称每天只睡5小时!一句话对比新老中国女排!诠释女排精神是什么? 农历春节第一天,大年初一,中国女排公众号推出了对中国女排降帅的系列专访,中国女排主帅郎平指导首先亮相。回答了众多中国女排球迷关心的问题。 问答中让大家看到了郎平和他指教的中国女排姑娘们一路走来有多么不容易。 在被问及指教中国女排后的坐期时间时,郎平指导说他每天都是两三点才睡,七点就起床,分析中国女排存在的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 1960年出生的郎平指导虚岁已经60,在中国已经是花甲之年,在这样的年龄段,承受这么大的工作强度,面临种种压力,令人肃然起敬。 郎平谈及了其2013年重掌中国女排时面临的困境,当时中国排球全面落后,人才流失,毅然决然选择接过重任的郎平。 郎平说起此事时有满满的责任感,同时还透露出强大的自信,我不能做旁观者,作为老女排唯一一个还在第一线的人,我希望能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 我们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从零开始,30年前我可以,30年后依然没问题。 在接手中国女排时,郎平只导定了很清晰的三年目标,2014年,我们要拿下亚锦赛,重夺亚洲老大的地位。 2015年,我们要脱离世界第二集团,2016年,我们要冲奖牌。 现在看来,我们是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 谈到在巴西奥运会上夺金时的感受时,郎平只导回到的十分坦诚,其实我只是在某个瞬间有过掉泪的冲动而已,最真实的感觉是,一块石头落了地,终于没有辜负教练和队员三年半的努力。 在谈到中国女排目前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时,郎平只导略显低调。 中国女排距离世界第一方阵还有距离,目前是第六、第七的样子,需要在训练中积累、进步、缩小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在谈到刚刚结束的2018年女排世锦赛夺得铜牌时,郎平的一句话说明了女排姑娘们的不容易,郎平只导说这个结果是大家一点一滴努力奋斗出来的,我们真是拼到吐血了。 那么多强队,很可能前六都进不了,整个过程非常不容易,队员和教练都非常专注。 在半决赛赛复于意大利女排无缘决赛时,郎平想的是不到24小时我们还有下一场比赛,得赶快带着孩子们从这场球的郁闷中走出来。 同牌战也很重要,打到今天,成绩都是我们一场一场拼来的,不能说没有希望夺冠了就没有精神了。 不能奏国歌了,也要努力把五星红旗升起来。 面对今天的中国女排打1981年的中国女排谁会赢这个尖锐问题时,郎平指导很客观地回答,这个没法说,因为比赛规则已经不一样了,没有可比性,但我觉得80年代的中国女排技术更精湛。 看来,新一代的中国女排姑娘们要努力提高技术了,只有提高自身能力才能让中国女排稳定地占据世界女排顶尖地位。 在被问到女排精神是什么时,郎平指导用一段话诠释了中国女排精神,女排精神不只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明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 是你一路及时走得摇摇晃晃,但依然坚持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眼中充满坚定。 永不服输,拼尽全力。 女排精神不但是这支球队取得胜利的内涵和底蕴,也是无数球迷热爱女排支持女排的原因。 希望郎平指导执教的中国女排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同时在生活中也能美满幸福。